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在我们看卧佛之前呢 我们首先可以看卧佛左右两侧 这里有上千个金灿灿的释迦牟尼佛像 我们再可以看我身后的这一尊卧佛 这一尊卧佛躺在菩提树下 然后长达十八米高达五米 是不是很雄伟壮观呢 这些小雕像是佛堂为筹办寺庙而捐款的人士 所给予的纪念品 而这尊佛像边侧卧边微笑 后面的山河菩提树成了背景 据佛堂管理人员Rona表示 右侧可以减少对心脏形成的挤压 在这里 Bapak Andi Suwanto 他正在 meditasi atau sembahyang 他能够写的照片 从中的描述 说这里如果真的有空的地方 但后来建设在这里 有很多旅游家 八菩萨佛法寺建立于2006年 沃佛寺后来在2010年开始兴建 于2012年完成 美族新闻夜边 阿炭阿公采访报导 说到素食 人人往往联想到佛教 素食就是仅以古粮 蔬菜和水果等植物 以及其制品来维持生命的饮食文化 也加大南区一家餐厅提供了素食汉堡 来鼓励更多更多的民众 开始健康的饮食习惯 我们马上来看本台记者叶爱仁带来的报道 所以这素食人种的健康生活方式 就包括素食的享受就去世的出现 也加大各种餐厅 也就不断地出现提供了健康的菜肴 就像这家餐厅提供了素食的汉堡 这些汉堡的配料都使用了植物成分 包括红豆 蘑菇 烟麦和菠菜 这些成分也是替代了肉类的主要成分 素食汉堡不仅口感鲜美 还为人体提供了各种健康的益处 这里最受欢迎的汉堡之一 就是名为mini guardo的汉堡 提供了四种不同馅料的汉堡包 包括有菠菜 豆类和奶酪 以及蘑菇和红豆的汉堡 虽然不包含任何肉类的制品 但是这里的汉堡仍然值得享受 而且还加上这个有小麦制成的面包 绝对更加健康了 这里汉堡的价格从四万至九万亿吨不等 此外 这里还提供了健康的饮料 包括有菠菜 水果以及其他混合成分的饮料 也是值得顾客享用的健康饮料 美洲新闻 夜爱人 列斯塔 再访报道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一周的全部新闻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MetroTV Knowledge to Elevate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